天狱之主目光如电 扫过硝烟身上的那些金光 他那漆黑如深渊的眼睛 迸发出一道金芒在空中 划出一道诡异的诡计 宛如神降临凡尘 他微微一惊 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震撼 那是一种来自神魂深处的震撼 他感受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力量 你这股力量好像不是你本身的 而是来自你的体内的深处 是焚神的力量吗 天狱之主喃喃自语 眼中闪烁着锐利的光芒 他知道 如果让硝烟彻底的觉醒了 这股焚神力量 那么这一场战斗将变得极为的艰难 就算他是半道神也无法将其击杀 因为一旦彻底的觉醒焚神力量 那将会是爆发出传说中的无上神力 天狱之主的内心中 带着一丝不意察觉的忌惮 仿佛面对这股焚神力量 是前所未有的巨大威胁 所以 神说 要将你在这道焚神力量早真正的觉醒前 将你击杀 对方的话语落下之后 一股恐怖的诡异气息自他体内爆发 如同猛兽般令人窒息 空气仿佛凝固 举手投足间都透露着不可一世的威严 决心要以绝对的力量 要将硝烟击溃 不留任何的余地 然而 硝烟面不改色 他知道这一战非同小可 但他同样有着决心 誓死守护 将自己的兄弟就出来 击杀我 你也要先打到我 不然我怕最后倒下的是你 硝烟的脸上无比的平静 丝毫看不出 有任何的情绪波动 看来硝烟的星星 已经被磨练出与众不同的程度了 真是好大的口气 你现在的这道力量 本就不属于你 借来的终究要还 而老朽的半道之法 你又如何能奈何得了我 天狱之主冷冷说道 声音中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坚决 他的气势陡然爆发 一股强大的压迫感 席卷而来 让整个天狱空间都仿佛在压缩 随时都会崩塌 硝烟感到了剧烈的危险 他知道 若是遇对方硬拼 他的确也不是对手 焚老的力量 消炎可就没有任何一点的胜算 萧兄 快走 在一旁的灵动和牧尘急切地呼喊 他们非常担心 消炎最后也会成为他们这样 他们如今已经被炼化成御魂 可不想 消炎也被炼化成御魂 但是 此时的消炎并没有离开 而他的眼中 更是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他知道 这一战非打不可 消炎也清楚 他不能硬碰硬 否则将是一场百分百必败的战斗 既然无法对抗 那就直接防守对方 并且将灵动和牧尘的御魂救出来就好了 你走的了吗 给我死 天狱之主手指轻弹 口中轻念一声 瞬间 体内的磅礴力量涌动 眼神如电 一瞥之下 周围一切的事物 都难逃被吞噬的命运 四周的磅礴风暴席卷而出 然后在那不远处的虚无空间中 一根巨大无比的漆黑手指 静静地处理 一种令的人头皮发麻地波动 缓缓地自那漆黑巨指中 散发而开 连虚无 都是被震动地 发出一圈圈连依 黑暗之处 漆黑的巨指 静静处理 如同魔指 汗天动地 透着无尽的沙法与灵力气息 硝烟的目光 也是在这一刹那 死死地盯着那空间中的黑色巨指 那巨指的纹路 极其的诡异莫测 每一道纹路 都是显得无比的玄傲与隐晦 然后朝着硝烟的方位重重落下 更是将硝烟的所有去路 都给笼罩在内 吞噬着这片天地的所有能量 包括天卫神力也是如此 这漆黑巨指所散发出来的能量 实在太过恐怖了 根本不是天卫神能够抗衡的存在 面对着如此无法反抗的一击 硝烟的眉头紧皱起来 而后他的金色眼眸中 迸发出一道道耀眼的年轮光芒 那是来自焚老的神魂力量 但是 硝烟并没有选择去进攻硬碰 而是直接选择闪避对方的这一击 吼 随着硝烟的呐喊声响起 一道极其可怕的声波 自硝烟的喉咙间爆发而出 恐怖的力量影的空间 都是掀起了一圈圈的涟漪波动 这是一道恐怖的声波神迹 也就是 硝烟刚刚施展出了二重圣龙营的威力 本想能够抵御住对方的那道漆黑巨指的攻势 结果一点都没有效果 反而让自己陷入了逃跑的时间 而就在那巨指即将点在硝烟的身上之时 硝烟身上的金光暴涨 以一个诡异的身法消失在了原地 顿时挂起了一阵风暴 可是 还没等硝烟稳住身影 刚刚那漆黑的巨指 再一次地朝着硝烟现在的位置猛然点下 哄 硝烟也是在这一刻 感到一股危机的气息 对方的攻势实在太过凶猛 就算自己躲了过去 也会很快再一次地锁定自己 再度袭来 在硝烟接二连三地躲过了几次攻击后 硝烟的速度也是缓慢了下来 然而 这并不是硝烟速度慢了 而是对方的攻势速度变快了 很能躲吗 天狱之主冷冷一笑 随着手臂的摆动 那道漆黑的巨指 直接点碎了空间 一股死亡的气息 自硝烟的心中浮现出来 下一刻 硝烟双眼瞪大 她的周身空间尽数碎裂 一股能够让她陨落的力量 再度随之袭来 并且 这一次的硝烟 已经没有多余的时间 可以逃脱出 四周空间碎裂后 所迸发出来的力量包裹 硝烟表情扭曲凝重 可是她还是不想放弃 并借着借助焚老的神魂力量 将神形七步的二步 自主形成的闪电 仅仅这一踏出 硝烟的身影 便是化为闪电 在这碎裂的空间中 闪现劈开一道出入 最终 在这危机时刻 硝烟也算是捡回了一条命 而硝烟并没有因此停下 给自己有喘息 而是空间无限被拉大 一道闪电再次出现时 竟是已经在灵动和牧尘的身边 这速度简直让人见了 都震惊不已